大家好 近期跟大家分享天竹葵 大家看上我这一盆天竹葵的长势 由于开花量特别多就出现了导服 也开了好长一段时间 也可以给它修剪了 不然只能消耗养分了 像我这盆天竹葵抽出的花茧这么多 而且开得这么旺盛 其实在养护的过程中 只要给它适用了两种肥 就能让它长得这么好 那么这两种肥就是 最常用到的有机肥 养分做底肥 还有就是10天 给它坚持使用一次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生根粉 不仅可以促进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而且它含的零元素比较充足 其他元素也不会切湿 跟这样的长势 我们必须要其实的给它修剪掉 因为这里还有三条花茧正处于开花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花苞没有开放 先把这两条花梗给它修剪掉 这样把它修剪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充足的光照 这样才能让它进行花芽分化的更多 才能开出像一个大花球 另外一点就是要给它继续的补充养分 因为它开花量大 消耗的养分也大 现在也有非常多的花苞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给它补充这种快速生根粉 一比一千的比例 直接的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还有由于现在是生长旺盛期 我们在根部也要给它剪埋一些羊分进去 这因为羊分肥力温和肥效 持久不会影响开花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